各位粉丝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介紹的是雞兩味 第一碟是金針雲耳蒸雞 另外一款是腐乳蒸滑雞 慢慢欣賞吧! 各位食家, 金針雲耳蒸雞在中國來說是很普遍的 人都會蒸的 今天我示範的是兩種口味, 一種腐乳 我用的是金針雲耳, 臘腸, 白貝糊耳, 雲耳, 冬菇, 紅棗 好, 如果是方便的話, 在家就可以, 金針打個鍊 這樣就很好吃了, 很好看, 很好吃 金針打個鍊 好了, 臘腸就不要切得太薄 切好一點 所以, 實際上是很有口感的 這個是超美食來的 這樣, 土雞一隻 我呢, 砍了半隻之後呢 就蓋乾水 這隻不蓋乾水呢 我呢, 就是用紙來塑乾它 這些皮呢, 本來呢, 就可以用到斑斑的 但太多又沒有 頭可以用, 可以沒有的 這樣就是, 雞乾 雞心, 都可以用 切開出來 切開過 雞肝便切好片 一起蒸開 我们斩的时候,就是斩了一寸方块,就很适合了,蒸起上来会缩了一段,尾部就不错了 鸡腿,因为有一条骨斩断了之后,黏了牙或咀唇就不错了,稍后就起了鸡腿骨 鸡腿大大小小就可以了,尾部可以不要,因为有毛在里面 鸡一定要洗,因为有血水,新鲜鸡就不要紧 但是如果不新鲜,就是因为这样切了鸡腿,骨太多就可以煮一些菜干煮 或者可以煮一些药菜汤,或者骨头一起煮也好 可以用来煮一些肉,因为拿出来煮湯,牄卡腿也好 可以拿出来不出来,就用来煮汤 然後砍一寸方塊 很合理,小頭也會稍微刺 這樣就不用刺激 鹽砍完就完成了 我們洗一洗 這雞是1,600多鹽 大概廢四分之一茶匙 半隻雞拌勻 搅拌鸡 一茶匙 心里有点味 范鱼蒸鸡 范鱼蒸鸡 因为不够香 我们爆一爆 油一茶匙 蒜蓉姜 放入花火 半只鸡也放入四转 四转也放入汁也不太多 四转也放入 爆一爆 味道就有点香 香味出来了 就不需要爆 好了 各位观众要煮一会儿 就可以调味了 各位食家 我们又回到鸢酸节目 斩鸡 洗净了之后 就下了些盐 因为它没有够两个小时 晾水 所以湿过头 我们就用干净纸 锁一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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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没有够味 吃碟水 好像煲光 这样 水平就达到比较标准 已经可以了 现在就是 我们先放材料 先放点酒 放点酒 放点酒 按下锈酒 大概一大匙 然后加入战筋炒的库鱼 库鱼 库鱼就是有香味 四川 库鱼 一般来说 它不是特别够咸 是这么吃的 蒸起上来不够咸 所以原先 使用鸡也加一些 一些盐 就够味点 加入少許雞粉 有蠔油的水 加入1茶匙半的糖 拌勻 拌勻後加入少許半湯匙的粟粉 抹去半湯匙 將少許多半湯匙 將所有材料加入 金針、紅棗、辣椒 放在上面 拌均匀,加入生油 铺在碟上,放入蒸 胡椒,紅棗,甘州文耳,臘腸蒸雞 放入辣椒,放入蔥,放入最後 放入鍋中蒸 水分不足夠,加滿水 新鮮的雞大約蒸15分鐘 我們搓一搓,很猛火 水就很快滾,一滾就蓋上蓋 蒸15分鐘 蒸15分鐘 很快滾 香下用柴煮,用河滾草 很猛火,煮飯,番薯都很香 水滾之後,蓋上蓋蓋 各位食家,現在回到調味的步驟 燒酒少少 好,就是水滾,生抽就是1茶匙 蠔油呢,就是1茶匙 這麼多 有沒有生抽,蠔油可以2茶匙 就是這樣 就是雞粉 就是半茶匙 糖 就是一茶匙 拌勻它之後 冬菇那些沒有味道 那些 金針都打裂 薑片 放進去 蔥倒是最後的 切好的 臘腸 冬菇 雲耳 放進去 拌勻 拌勻之後 用生粉一茶匙 拌勻 拌勻 拌勻之後 就放 一茶匙 生油 那就完成了 就排上碟 大家不要心急 這些雞 一串口就大塊 蒸久一點 需要15分鐘 蔥倒最後下 這樣就很香 有毒有香菇 臘腸 這些是很普通的家庭 好了 我們等著來吃 準備杯酒 搭上椅子 1分鐘就可以了 真的好吃 我們就 放些辣椒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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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鐘左右 放些辣椒在裡面 很漂亮 香菌的 風味和冬菇不同 不同 放些辣椒 食家應該可以了 我現在搏行火 15分鐘左右 蠔油 冬菇 金針 蒸土雞 看看 真的可以 15分鐘左右 剛剛熟 雞翅 雞翅 看 薑片 冬菇 這樣可以 灑點蔥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有些香菜 灌一下邊 喝酒送飯 一樓 等了